其实大孩子到厨厨馆去逛逛 到文化中心去逛逛 到月来室去逛逛 这是一个很好的修宪活动 然后她跟妈妈讲说 我还买这准处 我就听到这样好可爱 像引领一般的生命 我就拍起床来看一下 不是呢 当我抬起来的时候 我就听到我妈妈讲一句话 翻翻翻 我就这样翻翻翻 翻一翻 后来跟她的女儿讲说 日本的二种酒都土而已 这两百五十块钱了 你去逛逛逛逛逛 我心里面很黑的三条杠 我看着小朋友那一本书 是我最喜欢的绘本之一 叫做《失落的一角》 没有人点头 《失落的一角》 这一本书我一直都号称 0到99岁都会录 你不同的年龄层 你不同的心境 你不同的职场 你看这一本书 你有不同的其他分子 不懂 哎呀 我就觉得 这个小丁的孩子 六七岁的孩子 喜欢这本书很难得 所以我就会寄托的好心 跑过来跟她妈妈讲说 妈妈 你女儿好有眼光 这本书 真是好书 然后她就忍忍的抬起头来看着我 一起对来的诈骗集团 还会消源 不理我 热脸去贴人家的屁股 我又回来自行翻我的书 可是我还很好奇的 我好奇的想要去看 接下来这份母女怎么翻 怎么互动 所以我看着书看着书 眼睛喵喵喵喵的 后来我就看着那个小女孩 中间的过程我还真的因为我投入在我的书籍里面 我可能忽略掉端 等到我在回过程来关心她们的时候 那个小女孩已经拿着那一本 就是失落的一条 啪啪啪啪啪啪 她对来就接上了 她很高的 妈妈最后一次给她买 好 所以对孩子来讲 字很少 因为她认识的字真的不多 没有文字的框架 只有线条的东西 色谈的东西 其实更容易让孩子产生很多的想象力 孩子的想象力 随着到国小猪猪 到国中猪猪 到大子猪猪 我们的想象力 对啊 大家在摇头 天地越大 想象力就越 俐落 对不对 所以呢 怎么样保有孩子的想象力就是她 创造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 所以不要随意的去抑制我们孩子的想象力 会不会这个东西 在亲子公主的过程里面 我相信各位都有去享受过 亲子公主 除了我刚才讲的那些优点以外 另外一个就是让孩子 静下来 坐在你身边 去感受那个安静下来的感觉 很想和不是妈妈在骂我 不是妈妈在脆脆的我去写功课 就是静下来陪在妈妈旁边 有时候还可以听到妈妈的心跳声 很安静的 让孩子去感受到动静分泌的过程 现在孩子天天要这样 静下来 所以每一个孩子我们期待 每一天有静下来至少三十分钟 一小时的时间 如今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如今看书阅读 读一本书 听一个故事 大人在共母的过程当中去进行导读 因为孩子试质量不够 学龄低幼的孩子 因为他的试质量不足 要透过我们的声音 透过我们的带领 让他挡挡上头 过程里面让孩子自己会静下来的感觉 也许爸爸妈妈分享孩子间 有一个不同心跳的情感 那个就是亲情之间很重要的一个 亲密关系的样子 说到亲密关系 我想要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不知道各位不知道 我们早上起床 早餐很多人喝牛奶当早餐 牛奶回去买的时候有效期限 都会看 这罐阅读一有效期限什么时候 你会去 预复一下 不管是有效期限 时间医疗我自己没了 你要背贴去科乳 我们跟孩子之间要界定亲密关系 各位觉得有没有有效期限 有喔 有有效期限 我们都算是属于教育圈的 有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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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父母亲要跟孩子建立亲密关系 今天这个小孩 第二个人的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就是说 兄弟 一样他约是亲子关系 但是他是从科学角度 遗传角度来讲的 亲子关系 其实人在世 人重其一生 最重要的亲子关系是要去营造亲密关系 亲子关系不亲密 我相信那是一个非常不堪 会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拥有亲子关系 我们更要去创造亲密关系 那我刚才跟各位分享喔 各位也都认同喔 我们要跟孩子建立亲密关系 那个宝贝我们要跟他建立亲密关系 那个是有有效期限的 来 请告诉大家 你觉得我们身为父母亲 要跟孩子建立亲密关系的 有效期限是在这里喔 各位的概念都放心 我想 但是现在的儿童心理学家 已经把年龄层往下降到十岁了 因为现在外面 小朋友有接触的资讯太发展 为什么 孩子跟我们之间 会有一个亲密的有效期限 孩子会跟我们亲密 必须要在黄金依赖期 他没有独立于社会的能力 对他依赖我们的大人 当他是要依赖你的时候 你得到他的信任 你得到他的喜爱 你得到他的一个特殊的感情 他就是我爸妈 你辈子被我最好 你的付出他能感受 这一个有效期限 你在他广地依赖期 依赖你的时候 你帮助他 让他感受到 这就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爸爸跟妈妈 这个时候 你才能够有效地建立起亲密关系 但是很现实的 他跟你建立亲密关系 是因为在黄金依赖期 等到他进入同台期 现在各位 同台期就是我有朋友了 他慢慢的进入同台的这些 说我不需要靠爸爸靠妈妈 我有得多好朋友 我有事情我找我朋友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 常常也都感觉到 小朋友还没有上学的时候 还抱在怀里的时候 这个学龄前的 妈妈说 妈妈说 都是爸爸跟妈妈的对待 等到他上个幼儿园 上个小的园 谁说 老师说 我会老师说 也许那个老鼠包吻一个就是你 我会老师说 可是呢 小孩子自己老师 在大孩子年龄都很大 对 到了国小四年级五年级 他就不会在我妈妈说 不会在我老师说 如果在二十五年级的时候 嘴巴还在我们妈妈说 我妈妈说 他都会被他笑着 我妈妈说 所以他不会我妈妈说 但是如果在我同学说之前 也就是十岁之前 他 我这个当妈的 我这个当爸爸 我已经跟我孩子 建立了一些亲密关系了 也就是说 在他十岁以前 我常常跟他聊一天 我的家庭生活很美满 他对家庭的认同度 对爸妈的一个 这个亲密关系是建立起来的 那同时他已经进入同才期 他回过头来 我们的亲密关系依然实在了 所以有很多的父母亲会问 他会告诉我说 他躺躺会 他孩子温定 他孩子 你今天在家过得怎么样 还好啦 今天怎么了 没啦 两个字 三个字 就把他打发掉了 你听不到孩子 心里面在讲什么 他在外面发生什么 但是各位都很清楚 青春期的孩子是在同才 就是交朋友结端 不是担心孩子 进出者次 一末都非吗 他交到什么样的朋友 会影响到他未来的路 所以我们会关心 但是这时候的关心 如果没有建立在以前的亲密关系 你想要再从他嘴巴直到他 心中的话 难度会比较高 所以聪明的父母亲 必须要在有效期限 也就是12岁 10岁以前 如果我们家的孩子 比较单纯的 社会心没有那么快速 那么复杂 12岁以前 都是建立亲密关系 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因此 爸爸妈妈 或者老师 自己发含阅读这一块的 立法钥匙 那你跟他建立亲密关系 刚才讲过的 动态的近态 只要是陪伴 只要是陪伴 都是可以建立亲密关系的 各位 你绝对有看过天下杂志这一本 天下杂志这一本 对不对 各位应该都有看过 不然也有听过 天下杂志曾经对我们国小 四年级就是10岁 10岁 虚岁就11岁 针对四年级季度同胎时的孩子 做母样调查 孩子 你幸福吗 大家看 我们台湾的孩子 幸福 嗯 很幸福 道理说应该要有幸福 其实有国际调查 我们台湾养活的父母亲 对孩子的付出 大于欧美各国 你不用讲北州那一边 对不对 大于欧美各国 对孩子的付出 道理说我们台湾的孩子 应该是幸福感十足 嗯 可是呢 天下杂志的调查 既然有高达反复 36.2孩子说 我不是 嗯 这个数字让人很忧心 36.2的孩子感受不幸福 虽然还有百分之六十几 认为幸福啦 那那个数字 我会觉得理所当然 因为我们 台湾的父母亲 会孩子真的是做牛做嘛 把最好的给他 或者康排很多的 这些学习 可是孩子竟然高达 36.2不幸福 所以天下杂志在设计 一个问题 都很简单的问题 在问这些不幸福来的 这个问题一定会 你为什么不幸福 如果你们家孩子 都很不幸福 一定会想要知道原因嘛 好 所以呢我再把这个问题 丢给大家 来我们一起 各位前一前想一想 当今社会的孩子 正要进入青春期的孩子 四年级的小朋友 为什么他心中会有 不幸福的感觉 嗯 普及太多 来再丢你的想法 还有呢 怎么样 母母都在玩手机 还有呢 好 其实已经讲到重点了 百分之十的孩子 不幸福是因为物质不满足 你相信吗 有一些母亲会养出物质型的孩子 要小心喔 他一直都在 我刚才一开始就有讲 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去察觉 去省思 你会不会养出一个物质型的孩子 嗯 我们的生活怎么样 孩子就怎么学买 他在一个怎么样的家里长大 如果我们对物质是 我想要就买 想要就买 你买回来不是你需要的 我当下喜欢我就买回来 回到家 那个喜欢的情绪过了 或者用了一次两次就不喜欢 就把它放在旁边 素质高的 其实孩子看 他就在你身边 他就在这个家里里面长大 反正我想要我就买 或者孩子在成长的力度里面 妈妈我要这个你就买 妈妈我要这个 妈妈我要这个 所有玩具都买给他 你不可能永远满足他 所以哪一天他想要的 你只要不满足他 他就不幸福了 因为从小到慢慢长大的 成长力度里面 他一直都在想要被满足的 只要是想要就被满足 只要想要就被满足 那么哪一天 想要不被满足的时候 他就不幸福 这种孩子 有 绝对有 所以我就不断的提醒我们家长们 今天我们有爸爸的身份 我们有妈妈的身份 甚至有我阿公阿嬷的身份 一定要让孩子在消费的过程里面 在生活过程里面 知道什么叫做需要跟想要 你的学习 你的生活 你的成长 需要的 一定供应你到底 可是你想要的 你必须透过努力 或者我必须要有所限制 就是吃这件事情来讲好了 你需要的营养一定给你 那你天天出去都要给我吃麦当堂 那这不是你的想要 那你的 你要到学校考虎 你要有护鞋 你要活动 你要有一个舒适的护鞋 我可以买给你 但是一定要S的 一定要打口鼓的 那是不一定 每一个人家境不一样 所以以前我常常跟我儿子讲说 我觉得你想要吃鲍鱼 你都自己叫 我只能给你吃信鲍鱼 你吃对不对 你要吃鱼吃以后努力 我只能给你吃粉丝 那我就这个公务人员嘛 挺进水过日子的 孩子你想要有更好的未来 那你就要拼啊 靠你自己啊 所以物质不满足的孩子在 百分之十 不要养出困字型的孩子 另外百分之十 孩子不幸回应是压力 刚才提到的 攻克压力太大 鼓息太多 攻克压力有的来自 自己母亲的期许 来自学校施展的一个压力 来自自我期许的压力 都有哦 这是课业的部分 另外一部分是时间的压力 小朋友会不会有时间压力 你觉得小朋友会不会有时间压力 有呢 难道母母亲把孩子排得满满满的 周一下课要干什么 周二要干什么 周三要干什么 嗯 到了周六从早上一直排到下课 嗯 我还曾经在我们的心影 晚上八九点啊 哎呦 看到一个小小身躯背着一个重重书包 在那边走 走步右盼 大概在等爸爸妈妈来带他 昨晚上三九点 还回不了家 那时候京东就只有一句话 有家归不得 艾克好可怜 然后他从早上七点多到学校 早上早早七点多就把他送到学校 然后中午 第一点起来还是中午晚了要大概七班 现在学校又安排很多课后才艺班 课后普及班 然后晚了之后还要去学英文 学数学学什么一大堆 所以现在的孩子 他时间硬发排得太满 有一次我美国的那个儿子 我们在line聊天的时候 他突然说他讲他什么话题 他说妈妈其实我还蛮感谢你的 我说你感谢我什么 我说小时候啊 我班上同点都在补习的时候 我都在学校的那个沙村那边玩 然后我都在跑步 我不用去补习 你说对啊 小孩子就玩得开心比较重要 而且最重要你要感谢你自己 因为你把自己 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 所以你不需要去补习 他说对啊 二续补习都没有自己的时间了 孩子的充年需要破五百喔 其实有很多观念都被当人护导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 所以我们积极的为孩子 安排很多学习的活动 因为我不想我只有生一个 我只有生两个 等话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输在起跑点 努力工作赚钱 然后去支付他的补习会 安心会 安心会 我曾经也有到一些妇女的读书会里面去 去分享过 然后私底下在聊天的时候才发现 这个妈妈其实平常是在家的 她没有工作 她是全职的 妈妈 可是呢 她们家的孩子下课之后 孩子都去安心班 其实安心班 这三个字的意义是 因应社会 装心将领略走 你父母亲就不在家 没办法陪孩子 所以我安心 让父母亲安心 那你时间到了 你有时间就把孩子带回去 妈妈不上班 你帮孩子送安心班 我在学校每次在放学的时候 我听过好几次很幸运说 校长我不喜欢去安心班 我很想回家 所以你要跟妈妈说 这个校长帮不了你的妈妈 妈妈安排的 妈妈在家睡午觉 孩子在安心班睡午觉 这很多喔 或许在你的家里 在你的朋友群里面 也会有这些现象 所以孩子的时间没有空白 他有压力 那他还有交朋友的压力喔 因为这年级经济组统开机喔 在群体里面 在群体里面 是不是 欸我想跟他做朋友 我很想交给他这个生活 朋友圈 同学有没有接纳他 这些加起来是百分之十的压力 另外百分之十物质不满足 百分之十压力造成孩子不幸福 另外百分之八十就是色味 因为前前说的 父母亲太忙 没时间陪伴 我讲了这么多绕为主题了 陪伴 陪伴 陪他聊聊天 跟他共同做一件事情 孩子就会感受到幸福 就这么简单 孩子要的不多 就是我们父母亲的陪伴 那现在父母经常常工作 我工作很忙 我事情很多 忽略掉了这一块 可以跟孩子建立亲密关系 让孩子感受到幸福感 最重要最简单 很容易做却忽略掉的事情 就是陪伴 那么在陪伴的过程里面 你跟他讲陪伴的过程里面 当然不能动不动就 功课写完了没有 这次考试考几分 这次你考定几名 如果现在吃饭的时候 平常看到爸爸看到妈妈 都在问这些 还是会有一些啊 干脆就不要看到妈妈好了 是问这种让我压力很大的事情 学习只是孩子生活的第一部分 也就不是全部 所以你关心孩子的课业很好 你更要关心他今天开心嘛 什么事情让你很开心 你其实有没有学到 什么好玩的事情 多用正向的 启发的问答 让孩子来跟你互动 你可以多听 孩子多说 孩子慢慢的建立 他愿意跟你说 所以儿股联盟告诉我们家长 其实当家长也没什么难 但是你小时候要见见好基础 你要做好三三三 第一个三叫做拥抱三十秒 抱在怀里很好 孩子小不一定抱 不要因为他大了就不抱 我们养成这个习惯 我去到机场接鸡 我到高铁接孩子 孩子下来我只要把雙手打开 拥抱是一个习惯 拥抱是一个习惯 拥抱是建立在什么 分体的接触 亲密接触 很简单的方法 但是那是建立亲密关系很好的一个 一个途径 所以俄国联盟告诉我们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要做好三三三 第一个三就是拥抱三十秒 那你不用在那边拥抱 不是 那三的意思 一而再再而拥抱就是拥抱 而且就想要好好的感受到你的温度 第二个叫聆听三分钟 聆听啊 各位你看我好感受到各位这么专注在听 我告诉我 我想跟各位分享的这些内容 我们平常在家里面 你通常是要不要听老师上课 我告诉你你不听我 我告诉你你不听我 我们都期待孩子听我们说话 可是呢 很多小朋友会在心里面 一直说 妈妈你听我读我 妈妈我跟你说 等一下 妈妈我跟你说 我没人 就把孩子打发掉了 但是一次两次 孩子不管是喜怒哀嚇 他想跟你分享的时候 他想跟你倾诉的时候 你忽略掉 也许你那时候真的很忙 也许那时候真的很烦躁 可是你就在不经历当中把孩子拨开了 就在等一下当中 孩子一次两次之后 久而久之跟你说了 他转了去跟他的朋友说了 最后回到我刚才所说的 基督中开启之后 你想要再听到孩子内心世界的话 之所以不容易 是因为在 皇帝一代时 你的名音做得不够多 所以 当孩子信通通的或者 满面头了 爸爸我跟你说 我蛇逼的这个小情 他今天很坏 都没有经过同意 就把我的那个 这样比他难去 而且还比我弄坏 真的喔 同意他 那你一定很难过嘛 始终难过 你怎么做 用开放性的语句让他说 你怎么做 让他说 你知道他怎么处理的 不要像指导狱 也不要给判断 因为判断到 他脚强坏孩子 你不要跟他玩 其实他不是要你指导他 他只是在 发现他的情绪而已 小朋友把我们当乐众 我把我的情绪造成 他开开心心跑去 我以前在学校 曾经处理过小孩子 两个小朋友 跑这样 他跑到父母亲 两个父母亲都出来了 然后跑到两个父母亲 过不去 跑到学校的校长室来 可是往外面看 两个小孩子在跳跳 玩得不开心 人家过了 我们大人没过 所以孩子回来 开心的分享 难过的扑诉 扑诉的过程 先听就好 不要像指导狱 也不要一别听 你们老子好偏心喔 不要在孩子的面前说 互相的话 判断的话 因为有时候孩子说 冬早就偏心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你觉得呢 原来去同理孩子 要让孩子过后说 所以你要凝联三分钟 第三个三叫做 陪伴三十分钟 就我们前面讲到现在 很重要的主题 你看这些都关关在一起了 一个聪明的父母亲 一个有智慧的父母亲 你这一点有做到 我相信我们的孩子 成长会是非常幸福的 所以在陪伴三十分钟里面 动态静态都好 亲子共睹又是其中的一块 一个方法 陪 亲子共睹不是陪伴的全部嘛 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就像我说 读音是阅读的一部分 阅读是陪伴的一部分 对不对 陪伴是孩子快乐成长的一个因素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阅读要先阅读 第二个阅是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 我刚才讲的开心 就是要开心 就是要开开心心 那阅读有三大法法提供给大家 第一个 阅读叫进长 越早越好 他可能听到小婴儿在独生上面 那么小能不能阅读 可以 因为我们本身儿童 我们练儿童 我们练儿童 练教育的 孩子的教育越早越好 有人就正做 那怎么叫 开脚 那是真的 绝对是真的 开脚 所以我们家老大 刚出生的老大 叫我书养 我就叫我独的 独的那种 独的精神去养 从小 抱在外要抱 常常抱 抱着怎么办 我会唱摇篮歌 我才不唱这个歌 我唱什么 庞前明月 光 极致 地上庄 巨头 旺明月 我练唐诗三百首的一首 因为事实上 摇篮曲要的就是一个节奏 你用什么都可以 好 生日出兴奋 你看 庆祥祭 庆祥圆 他在享受你身体的晃动 或者的节奏 还有你的声音圆 就这样而已 我常常有很多唐诗给他听 我本身也是多温馨 我也常常在我们孩子 慢慢长大 一睡多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想要我来吃吃看 晚上睡觉 哭啊 哭不睡啊 抱起来 然后那边给他听 2 1 2 2 2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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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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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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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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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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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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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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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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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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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入他的记忆区 帮助他未来相关学习的连结 所以越早越好 然后普通反复读 我相信各位我们要配送经文 就是要一而再再而再的反复 朗诵 朗诵很重要 我现在在学校也不断的鼓励我们老师 朗朗读书生所重要 像我昨天看到 他所讲的一句话 我认为我所讲的一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很好 我就把朗诵出来 朗诵会帮助你记忆 朗诵会帮助你理解 所以对孩子更重要的是 他想反复听 是因为这个故事有吸引他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昨天孩子拿这一本书来 妈妈里面这本书给我听 然后今天拿来了 妈妈里面这本书给我听 你看都是同样一本 一而再再而再他就是说要看这本 好多朋友反应一点 这是孩子很普遍的一种反应 他会这样做是因为他太喜欢里面的故事内容 跟里面的角色 小朋友会做角色专译 他会想象自己就是里面那只三只小猪里面的猪小弟 所以我儿子小时候很喜欢三只小猪 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妈妈要讲旁边故事了 你今天想要听哪一个故事 能够让孩子自己选最好 那是他喜欢的 他听起来会特别有味道有意识 更容易口目其中 他说三只小猪 我在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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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三只小猪 都是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就聊聊聊聊 然后把他盖好被练练 摸摸他的头 我好想再做第二次哦 事情的妈妈就在念你儿子 因为孩子还想听 我不想让他带着一个遗憾 然后睡不着一样 所以就在讲讲讲讲讲 讲到中午的时候 我很缺悦我儿子睡着了 就睡着了嘛 虽然已经快讲完 我就讲讲讲讲 好 我让他孩子够睡了 我起身的那一刹那 他竟然用手抓住我 可不可以 这就有第三 天啊 我去第一天要把他痛过来 对哦 好吧 因为老大照苏杨 苏里没告诉我们 当火性要很有耐心 叫普燕奇百 我就念第三次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我拿这些诗语来淘寒我的儿子 就念第三次哦 可是你也念念念到最后 就是不会假的 常常就睡着了 所以呢 我就中间烂过去 其实也在烂个两夜 那不是薄薄的 但是小时就薄薄的 从此他们就获得幸福快乐的日子 还是晚安 妈妈你第七夜 第八夜你不要念 孩子请解连第几夜有什么 他一直都不挂在手 但是他就是想听你的声音 我刚才讲到我们的声音源 会是他安静感心的很重要的一个提具 那一天孩子们觉得我配搬不够 所以他一二再再二三的想要听我的声音 所以他要以一二再再三的念给他听 只是透过三只小肚子的固执 所以补足了他的需求 很好 我就跟他讲说 哦 你好厉害 明天补给你好好睡觉 妈妈累了 我讯息我告诉他我累了 我从小就让孩子知道 我也有需要休息的时候 所以我现在都跟很多爸爸妈妈讲 爸爸妈妈你不要当7-11 你要告诉孩子我要下班 10点你去睡觉 我11点睡觉 10点到这一点 但是妈妈个人下班 我要自我重视的心灵之间 嗯 做得到你就是心灵的 好 这一个地方 我们就今天一件婚奖 选书头疾所号 我刚才说的 孩子喜欢什么书 你学什么书 就儿童 儿童文学家 曾经做过调查 孩子喜欢的书 第一 用动物当主角的书 还是最爱 所以你会发现哦 对齁 孩子最喜欢的童书 大部分的角色都是动物 嗯 因为从儿童心理学来讲 那是他们的最爱 第二个 主角是跟家人相关的 爸爸啦 妈妈啦 丘姨姐妹啦 丘姨妈妈 因为跟他的生活 严结性比较高 第三个 就是公主王子 这种童话故事 孩子会比较喜欢 所以你们家的宝贝喜欢什么 或者周遭的孩子喜欢什么 你头疾所好 他会更容易进到 这个故事里面来 因此都要知道这个画面 嗯 我告诉你什么 蛤 哦 你们脑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答案 那我相信你们答案都是对的 嗯 是的 那边连小朋友都有想法 呵呵 其实小朋友从屠里面 他最容易说出自己的想法 嗯 所以我告诉各位 屠 啊屠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愿主 每一届 嗯 你认为最好的 你舍不得吃 那是你最爱的 你舍不得吃 就把最爱的给你 因为你是我的最爱 所以我最爱的念给你 所以身为一个父母亲 我们身为一个老师 要先知道孩子喜欢什么 孩子喜欢什么 头疾所好 因此阅读这件事情 不仅在翻读书的电脑 也在提升跟孩子的对话 或者在强调的跟孩子对话 那我们在在途经的过程 除了让孩子能够朗朗上口 让他知道精魂的意义 让他能够在生活当中实践之外 我们各位浅显 有一个很重要隐藏在背后的 强大力量 就是陪伴孩子 就是陪伴孩子 你在陪伴孩子 在那一个当下 在那 moment 在那三十分钟 一小时里面 你是孩子很重要的他人 你能够带领他行事 带领他行当 这张图就是红然教授给我的 他知道我有在推动阅读 我要去听他的课 我就拜托红然教授 说你那一张图怎么会借我 他送给我 然后我在推广阅读的时候 也来谈谈这个 这个就是我刚才跟各位讲的 各位来看一下 你各位也会面对很多的家长 你可以告诉我们 读经的孩子们的家长 读经的好处 读经的好处就是从阅读的好处一样 在阅读透过下时间 透过眼睛 让文字立体化 在阅读的这过程当中 我跟各位来做报告 我从科学的角度 来跟各位分享 阅读这件事情有多重要 各位看一下喔 从左边到右边 这三个人的 我就没有让各位猜说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脑子里面的脑神经眼界线 我长这个样子 你长那个样子 都看得到啊 外观看得到 我个子152公分 你180公分 诶 都看得到啊 孩子从小慢慢慢慢得到长大的 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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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的 都看得到 那我们孩子的脑子里面 插在长脑子里面 都看不清楚 忽略了 你说诶 这个孩子好聪明 诶 这个孩子是会举一反三 而会融卫贯通 其实最重要的关键 都在他脑神经连结线的活动力 好 我来跟各位报告一下 从来教授他们脑神经科学的研究 是这样 我们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 铺满在我们脑子里的脑神经连结线 连结线 它会连结到记忆区里面去抓取 所以我刚才说 最重要的就是让孩子 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区 都会留下我们想要记得的 那每一个人的恩火背景不一样 你的学士背景不一样 你留下来看你记忆区的东西 通通都不一样啊 但是 一样是每个人都有脑神经连结线 刚出生的都是稀稀疏疏的 你从科学角度去看 稀稀疏疏的 但是随着外在刺激 我听到一个声音 看到一个画面 我经历过一件事情 我阅读过完一本书 这些外在刺激 同称为文化刺激 所以我们常常说 这个孩子文化刺激很强 这个孩子文化刺激很弱 所以偏僻其实不错 偏僻 Hugo 偏僻其去谱 偏僻其去谱 谱要文化刺激他 しza敏弱 也就是他外在来的 不管声音禁ail 生活的一个接触 通通都有不足 宏来教授团队发现 神经连结线 只要有经过外在的刺激 它就会活动 脑神经连结线在活动的过程里面 它会增生出去 我本身不是研究脑神经 但是我对这一块很有兴趣 它会增生出去 所以外在刺激越多 它的增生速度就会越快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有透过各式各样的学习 包括我今天来我们的户中 如果里面的一些内容 有刺激到你 也有记到一些东西 又会让你的脑神经连结 你现在在专注的过程里面 你抓取这些资讯 那个过程你的脑神经连结 先去活动 活动它就会增生 增生就会越来越多 从这里到这里 你会发现到这里 脑神经连结线越来越密 越来越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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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都在用一个形容词 来形容 现象 对不对 他在用很多形容词 那形容词都是大家 所以他的认词越来越多 越来越密 越来越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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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牛车 在石子路上 在石子路上 去台北线越浮 但是随着交通网路 现在很绵密 对不对 有1号有3号 有快速道路 有飞机有高铁有 我自己开交车 说一下 90分钟 飞机45分钟 就到达目的地了 速度变快了 那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把交通网络做得越绵密 交通风雨越发达 你要到达目的地的速度会变快 那么我们要去建构我们自己 跟小朋友脑子里面的交通网络 我们要为自己建构 绵密的脑子交通网络 我们要帮我们的宝贝 在成长的一程当中 你除了让她长大以外 在成长过程当中 协助她建构脑子的交通网络 让她越绵密越好 她未来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她在连结的速度会变快 这个就是我们父亲的责任 我在学校里面看很多 当家妈妈有做 你家妈妈没做 两个孩子久而久 幼儿月都一样很健身很干妈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这两个孩子的学习朋友 就是不一样 一个有在关注到孩子脑子的成长 一个可能就是忽略交陪伴 这个部分不足 因此红杨教授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所有的刺激都很重要 都很好 但是我也有透过乐主这件事情 那我神今晚我的活动力最强 增增速度最快 所以他说 他说这个爱因斯坦 因为他们也很想 好 然后乐主有相关的呼吸 爱因斯坦大概黑这个的一百多倍 两百多倍都要喝 很黑 那越黑越密越绵密 他新知识一来 他活动力就越强 去抓取脑子里面 可是呢各位你知道哦 如果他在活动的过程里面 他要去脑子里抓取新知识 抓取旧经验没有 那他就联系不起来 比如说 我最近刚好有朋友在跟我谈股票 股票 股票对我来说 我 完全没概念 我脑子里没有股票的任何旧经验 所以他把我谈股票的 带你自己记我 可是那些东西到我脑子里来 我连结不到我的旧经验 我这股票都没有啊 我的地区都没有股票的任何名 股票啊 所以我的学习会比较慢 我要慢慢去了解 什么叫做买啊 卖啊 什么做过啊 那就平时我都要先去练习了解 再把这些东西输入 好 所以我的股票的学习我要从零开始 因为我的旧经验 西区里面通通都没有 所以为什么要常常增加孩子很多的经验 我要给各位这20个字 今天不管再惨的各位浅显 我们除了在推动读经这个过程里面是 相同的一个目标 但是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 学识背景与植物经验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相信各位会很同意这20个字哦 学历是同牌 学历很重要在台湾 记住社会很重要的当务票 但是它很重要 空气量也只是同牌而已 因为你有学历更要有能力 你台大毕业 他跟我还在讲 你不要以为你台大毕业 你读台大你就很重要 你就很厉害了 你要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去充实自己的能力 所以你顶着台大毕业 你顶着这个多高的学历 马书理工学院的学历 你没有能力 你到众子今次各家公司 因为每次各位 都被人家看出你的 你的 不能说嘛 对不对 人家就把你看着这样 没了 所以能力比 学历更重要 那一个有能力的人 你要思考 也还有个重要是怎么办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各位 我们今天齐聚这里 各位 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际网络 这个人际网 我常常都讲说 我没太厉害 但我平常都很厉害 对不对 各位也许也都会帮 当成我人际网络 其中一个网 今天例如也是意味到 新领图书馆 然后建立起这样的一条 人脉 所以他今天跟我结识 然后请我来 我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姻缘 在大家结识 也许有机会变成 我的另外一个人脉 对不对 我们大人讲人脉 他很社会性 小朋友很清楚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人际关系 小朋友生一个生两种 现在宝贝 在人际关系的建立 其实更显得重要 我们以前在大家庭长大 那个人际关系 兄弟姐妹 小兄弟 长兄弟姐妹一堆 共很多朋友 同亲戚共同 现在还是一个两个 所以到学校里面过去 你生活更重要 所以我们父母亲 除了在乎孩子的学业成绩 学到什么 更了解是在乎 与人之间的互动 会不会与人合作 与人分享 与人共同解决问题 这些合作的关系 是他未来踏入社会 慢慢长大之后 与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第四个 我刚才有提到的 你有金牌 有银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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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还可以占自己 再拿一张王牌 再拿一张王牌 王牌是什么 就是这个 这个是谁也拿不走的 我相信在场各位 有很多不同面向的专业 在场各位 你们一定有很多不同面向的专业 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专业 那就是你个人的思维 这思维有专业的思维 有人生的思维 生活哲学的思维 都好 这个是一个人生命很重要的关系 那当然健康就是年子牌 肯定都要有 所以这张牌太重要了 小朋友在场上的历程里面 图经的过程 阅读的过程 我们都在引导孩子 在引导孩子去感受 小朋友的观察力比我很强 尤其在看绘本的时候 那些图像你没看到 还是都没看到 所以孩子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向孩子学习 我常常在看一本绘本的时候 孩子会帮我点到我的盲点 所以我讲一个故事 讲一次讲两次 我的功力都会大声 为什么孩子都会教我 我会从孩子身上学习 那你愿不愿意学习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孩子讲的 我们要愿意接受孩子的一个教导 有时候我们会向孩子学习 孩子有很丰富的想象力 让孩子在阅读过程当中 去发现美好 读经也是相同的道理 在读经的过程里面 让孩子去感受到 在故事规定里面的意义 感受到古生鲜显 他们知识的一个伟大 所以在阅读这个区块 有三个方式 宏南教授他们 真是这样子两样 差不多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为爱男主 我们爱孩子嘛 从刚才讲到现在 陪伴孩子很重要 陪伴孩子如果说要打开一本书来 陪孩子读一个故事书 甚至于是读一段经文 都好 就是为他男主 所以越小的孩子 你想要在孩子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带他读 他不试试啊 就读给他听 那些声音都是孩子很重要的 声音源 这三个字我今天已经讲过N字了 我相信或许已经有输入到 我们的记忆区里面去了 声音乐 每个人声音乐 你在家里的爸爸 是妈妈 是阿公 是阿嬷 你的声音源 对孩子的影响 他的安全感 影响非常的大 所以你就为他朗读吧 你就为他朗读吧 那朗读的过程 一次 两次 有些孩子慢慢的 他会从图像 关注在图像上 那孩子不是字 没关系 他看着那个图像 越小 他知道的东西就越少嘛 但是一定是从零开始嘛 孩子会指个 那个图像里面的 红色 小朋友会讲什么红色 那我们大人的影响 就会从颜色开始 最红色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不同的色彩 来跟他分享 这是什么 蓝色 绿色 黄色 但是今天就认识了色彩 他就会认识色彩 随着一次两次的累积 下一次他就看到 就知道黄色 红色 白色 他就念得出来 他不知道白怎么写 他不知道黑怎么写 但是他看到那个颜色 他就知道它是黑色 小朋友的语绘 是这样慢慢建构起来的 所以呢 小朋友的语言 就是透过不同的 其他的声音乐 他去把它建构起来 所以我们常常 让读文字给孩子听 除了让孩子听 看到里面的这些不像以外 他听到那些声音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三只小猪 这三只小猪 老大猪 猪大哥 猪二哥 猪小弟 猪猪猪猪猪 从头到尾 在呼出现十次 二十次三十次 小朋友看到那个猪 下一次再看到 那个对孩子来讲 那些文字对他来讲 都是图像 那个文字一开始对孩子来讲 都是图像 所以猪 三只小猪 猪大哥 猪二哥 猪小弟 猪猪猪猪猪 一直出现 那小朋友 下一次看到那个字 就知道那个字要念什么 猪 我我我我 你你你 小朋友一开始是这样认识的 所以 为爱人 赌足了满足孩子的生命远以外 小朋友随着 你告诉他的那些内容 他 跟着你看文字 你在念给他听 一而再再三出现的文字 小朋友就记住了 那么我们人的行为学里面有一个二十一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二十一这个数字哦 我刚才说过啊 我刚才说过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或者你现在正在学习某样的台里 有时候我们学学学学学 学到一个地方都有平静 突破不了会撞墙 突破不了 有人就放弃了 就放弃了 突破不了 有人一而再三 再三努力再努力 我昨天去散步的时候 就看到这小朋友 三天前 我看他上滑板就掉下来 上滑板就掉下来 很远的隔壁 好 哟 才过三天哦 我走过去的时候 看他已经滑了 非常的实在了 我就放弃他说 哇 你好厉害哦 他先想我看到你 上去又下来 上去又下来 根本上不去 然后他跟我说 对啊 我很厉害吧 我说你很认识的练习 对不对 他说对啊 我还有参加我们学校的 那个隔板班 隔板班的课程 不断练习 如果你没有经过二十一次的拓板 不要欺贴放弃 你我都一样 大人小孩都一样 二十一次 这是人类行为学专家 特别告诉我 我被实验过 我被实验过 我有一次去上那个 呃 圆桌会营 有没有人说圆桌会营吗 有哦 那有一个叫做圆桌基金会 他们在办案我们 人类钱能开发 我去上三天课五万块钱 好贵的课程 但是 也真的很受用 嗯 那在其中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那个教练 困带着我们一群 六个人 然后就告诉我们说 我手上有一样东西 你们透过各种问题附和 我 我只回答你是跟不是 所以你的问题 要跟是跟不是有关吗 对不对 我们六个人就开始七嘴八嘴问 呃 是不是 是不是 呃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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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一直跟他问 他一个一个问 他就问 是 不是 然后这些是跟不是 是不是变成你的讯息 他问那个问题是红色的 他说是 教练说是 那你就会开始 有这个讯息 你就会开始往红色那边去想 对不对 大家一直问啊 一直问啊 我也一直问 朋友一直问 一直问 然后问到最后有些人就 我问 这个我 越来越复杂 好 然后我就一直问 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一直问 问到最后 我在问我下去的 那一大那 我的教练跟我说 你说对了 那不在那里 我刚没有想答案啊 我还在问啊 什么 我教练跟我说你说对了 结果呢 他就把那个21的那个 那个 银币送给过 就在那一堂里面 我得到那个银币 哇 所以一直把他放在包包里面才对我 哇 我我我我 里面问号问号问号 所有人都问号问号问号 为什么是我答对的 我理理没有做答案 可是我的教练就把他逼给我 嗯 就是你 你对了 后来 接下来 分享时间 要我们再去回想 刚才我们问了哪些问题 还记得吗 我们都忘记了 根本都忘记问哪些问题了 哦 我们只会想要从当下的一些 猪之马迹 一些讯题来找 到底他走走过程 只要他走走过程 只有他走走过程就是那一面 持续下去 嗯 你看 刚才已经有 马上他平了 他平了 他也平了 现在你们两个 到最后另外一个检查呢 只有我 继续问问题 嗯 因为我们那个教练很厉害喔 他平了三次 五次 七次 十二次 他同一个人要比二次 这个六个人的二次一次 已经到哪里了 然后我问不出来的 那个当下就是刚才 我的第二次一次 其实他问我 他问我你刚才问的哪些问题 都忘记了 但是我表现出来的精神是什么 然后弃而不折 问再问再问 透过这些数字马 再问再问再问 教练数五 这个学员数到第二十一次 嗯 所以这个从人类行为学来看 就是你不放弃 当下的那个情境 你要去面对他 处理他 解决他 如果没有经过二十一次 千万不要放弃 嗯 我觉得那一个游戏 那个代理对我影响很大 我每次看了二十一次的那一枚一笔 嗯 当然我会讲这个我往后回来 但是我会想说 我在那个过程里面的力量 这一个对我影响最大 嗯 所以在我的字典里 我会告诉自己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对孩子的一个交绝过程里面 也许有些孩子 他先前的刺激不够 你同样再带一个班 有些孩子很快就进入到一样的目标 有些孩子就是很慢 参长要透过一个不放弃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心境 我们身为一位师长 身为一个父母亲 所以说要有这个不放弃的心态 带 带带 带领 带带领 为孩子朗读 小朋友记不住 我之前 这个功课我做的比较早 比较抱歉 不太了解 各位带了一些部分的经文 但是不管是什么经文都没关系 我为孩子朗读 让孩子朗朗上口 从朗朗上口开始吗 对不对 从朗朗上口开始 让孩子喜欢在解释其中的一个内涵 所以在说故事的过程里面 我非常强调三个元素 这三个元素 或许在各位身上都有 这三个元素是在讲故事很重要很重要 吸引孩子愿意进到故事内涵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keyword 就是声音动作跟表情 你的声音 可以随着情境 一样对错 高低企图 讲故事嘛 哇 好厉害喔 你要随着里面的故事情节 角色不同 变化不一样的声音 更能吸引孩子 嗯 那我们在读经文的过程当中 当然也不能像巧闻上面 这些各位一定都有相关的专业训练 好 你会一样透过一些朗朗上口一个 一个有异仰顿做高低企图 让孩子感受到经文均韵之美 我们要去了解到这 孩子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他也要感受到经文之美 首先就没在那些声音 嗯 所以不管是念经文也好 或者你这边很纯粹的说一个故事给孩子听也好 我们的声音很重要 那声音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的音色 年轻孩子有一些孩子的音色 我们在这边年龄很重要 我们的音色都不一样 那我发现我退休 我当老师天天都要上课 当校长课当然就算个少 那时候喉咙保育比较好 然后我退休之后 我哭过我一个月 我一个月大概都要喝十几场的演讲 嗯 所以这个喉咙啊 感觉上好像风过过度 嗯 风过过度 所以这个喉咙更要保养 那不管如果我要说的是 嗯 我们的音色会随着年龄改变喔 我们的音色会因为不同人的 这个喉咙的状态不一样的改变 所以有一些有一些艺人啊 他是长头姐的嘛 那他唱歌的音色就会改变 是不是 所以没关系 音色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其实是你的音调 你的音调要随着故事的内涵 随着角色的变化 让它有所不同 随着情节要有怀悍 随着这个气氛要有高低 这样开始透过你的声音去制造情绪 如果我今天上课都是这样讲 然后我梦头到我都是这样讲 你大概刚才已经梦头后睡觉了 嗯 是不是 我的声音有没有高低情绪 有 所以你在上课的时候 如果都是这样的 速度不快还是都不上 那小明星到最后都不知道 叫做什么 嗯 他就不喜欢听了嘛 是不是 所以你的声音很重要哦 我去解释一下 我们在带孩子过程 我们在说故事的时候 声音不能吸引我们的小朋友 动作也是 不愿不愿意开展自己 随着故事情节 有一些动作 有一些动作 你可以这么夸张的吸引孩子 所以 我们国内有好多非常有名的故事人 像我们台南有一个叫 神采荣小姐 找起我一个张大光爸爸 我都曾经给他们到学校 帮我的故事妈妈做培训 他们的肢体动作 就很得了孩子喜欢 让你能够开放自己 开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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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他会不会被你吸引 还会哦 再加上一些道具 如果有的话 哇 我相信你可以带给他 一些很快乐的故事时间 嗯 所以声音啊 动作啊 还有你的表情 喜怒哀乐 或者是里面 角色的一些 嗯 哦 透过一些表情 其实演讲演讲 说故事 演说故事 演说故事 我们以前小时候 派你去演说 一下都这样子了 对不对 因为那是要临场反应 演说 演说演讲 他讲的时候要演 演本身就不容易 我们不是艺人 没有要求要非常 抱位或者非常 讲究那怎么走位 什么的那在演 但是至少让自己 分立故事情境里面去 唯有我们讲的人 能够让自己的身体 动作表情 分立故事的情境 讲得深入了 听得就会被 带进来了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 不断的去练习 你会是一个 孩子非常喜欢 听你说故事 听力 谈吉文 很重要的一个 孩子的重要当然 就是故事 爸爸 故事妈妈 所以这三个元素 所以这三个元素 如果以后在说故事的时候 你要提醒自己 我声音有没有大胃 我可不可以再加一些动作 我可以运用什么样的表情 来吸引我们宝贝的主意 你会让孩子非常喜欢你 那在公布式的过程里面 可以让孩子感受到 可以让孩子感受到爱 感受到你再去的温暖 其实因为现在社会变迁 我相信各位带过很多 三亲的 有在教育 这些在家庭 教育 感受不到爱的孩子 如果来到我们的身边 那我们会有很重要的孩子 所以我过去做学校教育三十年 我退休了一次 做社会教育 相比教育 去补足 很多孩子 家庭 不足的爱 带给他 我们读经教育这一块也可以 我们读经教育这一块也可以 所以我刚才讲的 我各位 会是孩子很重要的 那一个应识他人 所以孩子在我们 在读经说育事的过程里面 他会感受到爱 感受到温暖 会去补足他生活里面的 一个雇主学到更多面向 有一个许慧生老师 他本来在台北市服务 那个天龙果 读慧区 有一次他就跟着一个 好像是富邦文教基金位 深入花莲山区 就到山区的部落里面去讲故事 他在那边住了一个礼拜之后才发现 原来部落这么的溃乏 那些孩子得不到父母亲的照顾 得不到一些温暖 因为父母亲几乎都外出 部落里面没有太多工作机会 所以很多的父母亲就到外地去工作 反正孩子就是跟着阿公阿嬷 然后在文化刺激的部分 就自然比较弱了 所以许慧生老师如果我太佩服他 我最佩服他是因为 也就这样一个礼拜的经历喔 让他深刻感受 没有原来处落这么的匮乏 处落的孩子多么需要文化的刺激 孩子的刺激就从阅读开始 反而这个许慧生老师他平常 你在台北就是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阅读会动的 他回去把这个感触化为行动 他从台北是掉到花莲去的 这就是我感动 这就是我做不到的嘛 所以我佩服我做不到 他做到了 他就真的掉到花莲市去 他就有更多的机会深入部落 然后假日的时候 常常到部落说故事跟孩子们 他曾经说了一个我们感动的故事 有一次他在部落说故事的时候 说着说着 他每一次在说故事的时候 那个小男孩都会来 但是那小孩子都没有声音 就是静静的听老师说故事 然后有一次呢 当同学都劈开了之后 他就确真声的来到老师上面 就是那个许慧生老师 就对他说 老师你出个故事包好听 然后许慧生老师就跟他说 那你以后都要来听 嗯 他就听这个小男孩说过真一句话 然后 以后当他到部落去的时候 那个小男孩都来 但是都只是用一个 深情缓缓的眼神看着老师 听着老师说故事 后来许慧生老师 不知道为什么 当他离开之后 他就把那个小男孩留住 然后小男孩也没有跟他说话 他就深深的抱住他 然后那个小男孩就回抱他一个 很大很大很深很优力的拥抱 他说那个拥抱他一辈子都要回家 之后孩子也就回家了 他那天附落的故事 直接也就结束了 一如往常的回家了 后来他再回到那个附落 说奇怪他怎么是找不到这个小男孩的生意 诶他不是说要喜欢我的故事吗 都要来听吗 我那个有抱他就没再来 被基于一个关心 他就问了 部落里面的这些 这些长大 诶这个 这长得怎么样子 那个孩子哪里去了 我怎么 两次没看到他们 他说啊那个阿姜喔 阿姜他前几天就听过 阿姜他弄了一下 我三个月来不在啊 好好来跟我拥抱吗 怎么这一次我来 就说他不在了 他就问 發生什么事 他还给我讲过了 但是就是一个 隔代教养嘛 父母就不在 那后来 后来他爸爸就一直丟回 那妈妈也无力 也无力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环境 就那天爸爸回来发九封 就一个尸首而已啊 嗯 就一个尸首而已 就把一个小小男孩 嗯 现在那个 爸爸已经在监狱里面 嗯 许慧森老师说这个故事 其实 不是要用这个故事 去钻人热恋 他的背后其实要说的是 他 那时候 心中子散过一个念头 不只 为这个小男孩 取一把同情之类 他说 以他个人而言 他说 还好 他有 拥抱了 那个孩子 他从来 因为从那些 刚到这些 妈妈们的方面 原来才知道 他的家里变成 我刚才讲 我说三句话 就给你带过去 他管了好多的一个过程 这个小男孩 从来没有感受过 爸爸妈妈对他的爱 所以他是不平的 他是不言 不讲话的 他是冷落的 在人群里面的 但是因为 许慧森的故事 老师的故事有吸引他 他才慢慢的从最外围 靠近 靠近 再靠近 所以他 不知道什么 那样子的勇气 让他足足勇气 去对老师说 我喜欢你的故事 那么单独的一句话 也还好 许慧森老师有在 一次拥抱他 他那篇文章里面 就提到说 还好 那个孩子 我有拥抱他 也是 也许那是他生命当中 唯一有人 拥抱过他 那我会讲 突然想到这个故事 最主要是要告诉各位 很多孩子的生活里面 爱不够 温暖不够 那透过很多社会 像各位我们等同一般的 其中的一个 透过社会 各种不同的 关怀 其中的爱 都会给很多孩子 带来祖母样的启发 所以我们在带领 这样子的一个 诶 直径班的时候 在推动阅读的时候 我更愿意去 呃 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我们要从中 再去发现 有一些孩子 更需要我们 在说故事的过程里面 让孩子感受到 其实虽然也许在家庭 那部分是不足的 可是在社会上 在学校里面 都有人可以给你温暖 给你爱 不要放弃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 为爱人读就是 读一本故事书给孩子 最简单的 我们都试字 他就圆之圆会 把书的内容 念给孩子自己 就好 就是做不到 可以吗 对不对 大家都做得到 圆之圆会 读给孩子听 一点都不难 一点都不难 里面语会很多 我刚才讲的 这些语会对孩子 帮不动到 好 今天他听到 像我那一天去拿来看你 古书馆 讲了一个故事 讲了一个故事 然后这个糖果 放到嘴巴里面去 久而久之 糖果就会怎么样 融化 这个词 对于幼儿是没有的 所以幼儿他不知道融化这个词 他会讲就没了 有一个孩子跟我讲 就消化了 他没有办法到位 然后我就说 哦就没了 对 就融化了 你也不用告诉他 对还是不对 你直接就把 正确的语词 告诉他 哇 糖果就融化了 等到我讲第二次 就会有两个孩子说 融化了 等到我讲到第三次的时候 就有一只小孩子会讲 融化了 那一天那些孩子 也许听完这个故事 除了好玩之外 他会学到一个愚慧叫做 融化 那事实上 在故事里面 愚慧很多的 他听一次故事 能够输入多少愚慧 没关系 我们不用太空音 主题说我讲这个故事 我就是要让你认识 几个愚慧 不用 不用 但是孩子听着听着 他会从里面的原始原味 会认识很多的愚慧 那第二种叫做叙述故事 为爱懒慧 就吞吞就懒住 但是如果 如果这种绘本你拿来 符好多 文字就是说两个字 一行 很好啊 其实绘本很棒的就是说 他会用符 来符文字的符 所以有很多的讯息 都在那个图像里面 这个才叫做绘本 好 我让各位接触绘本的机会多不多 其实现在很多经文 也都已经变成绘本了 好 绘本好不好吸引孩子 不能吸引孩子 那个图像太重要了 孩子对图像的解读 会比我们大人还厉害 所以呢 我们可以加油接触 透过自己的语言 去叙述那个图 因为里面文字 做的就写那么一点点 但是如果你只要读 那些文字是不够的 这些图像里面的图 要透过你的语言 要透过你的叙述 去把它表达出来 它才会变成一个有趣的故事 好 所以第二个方法叫做叙述 我们是加油年初 那么随着孩子年纪越来越大 可能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孩子在长大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跟他互动 讨论故事了 你觉得朱大哥这样做好不好 好 为什么 你可以跟他评讨论 论里面的角色 论里面的情节 跟他讨论 你不要以为孩子不懂 孩子都有自己的想法 那如果是一对一 跟了你家的宝贝在场 你更可以很专注的去 跟他聊天的过程 透过这个品 透过这个品 透过这个品讨论 透过这个互动讨论 去了解 原来孩子是这样认为的 有些孩子的想法 他又想像你 可是有时候 有一些孩子的想法 有点偏差 他赶快倒动回来 就是透过故事 然后你找出他的想法 这想法很好 赞赏他 他会继续这样做 这个想法不OK 我们要透过这个互动过足 已经跟他讨论 然后去找他 倒动过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本来想要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 可是这边今天没有小孩子 我们就慢过去不要非常好 那时间也快到了 这故事都很好玩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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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